今天早上凌晨五點五十四分 往春五之後 也都原來在旁邊 他在美國的立地園回來了 他的身體很痛 兩位姐大概 他就會覺得他想要萃取的生命 其實也不要再拖延讓他的家人來照料他 會想他一生就是一個情侶只能撒脫 所以他就用撒脫的方式 幫他愛他這一生的生命 他是五十七歲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我想他生命的豐富跟精彩 好像很多人要活好多輩子才有 所以我想他的家人們也都有這段時間 有一些心靈的準備 他們很希望聊一些這段時間 破壁就是在臥床在醫院的時候的一些願望 然後我想出權力 出銷售也會想一想 怎麼跟他的家人去做 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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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